哈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视频空间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奥特曼细化 我们艾斯奥特曼怪兽细化名剑当中第26化的这么一个全面奥特兄弟的场景 这也是我收细化第二套当中的第一款来给大家做一期评测视频 好现在的细化名剑价格都标的非常高啊 像这一套的话以前只要900啊 现在都炒到了1300还不一定有货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今年这个细化名剑长得这么高啊 好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盒子 盒子的峰会是采用了一个全面的这么一个峰会 都是西洋的这么一个风格 这边是杰克对他的这个两大怪兽逼近东京啊 一个是古盾一个是双尾 这两这个阻力师的话也相当贵啊 我也准备去收 但是单个去收的话价钱肯定非常贵啊 所以我想整套的去收 等我把这一款出手掉 可能就会买一整套这个细化回来 好这一套的隐藏版应该算是比较多啊 这边是打击侵略者是我们的巴尔坦性人对战初代 然后这边杰盾对双尾杰盾对杰克对双尾杰克对这个古盾 以及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全面 然后这边是西伯利特对战我们的奥特之父 这一套全面的话是有一个隐藏版本就是我们的 SP版本的白昼版的这个艾斯是已经有上色的内容 好我们直接进行一个打开 这是2006年第二套戏话吗 说真的我真的比较喜欢第二套戏话 不知道为什么当时我没有收啊 我去现在这个价格子真的是标的非常高啊 那有点望而却步啊 那艾斯名剑也是越来越贵 然后这个就是里面的一张小卡片 上面是介绍了第26话全面奥特武兄弟 1972年9月29日放映 登场宇宙人地狱星人西伯利特 谢谢大家